哈囉 大家好 我是Zoe Armory 是一個從DAOZERO 裡面出來的坑 這個坑主要是想要讓大家有 具備 Web3 一些基本的功能 技能 Armory 第一個提供學習 Web3 的資源 帶大家了解 認識 以及使用 Web3 的任何基本工具 然後再來Armory 也會提供一些小額的資源補助 為什麼會提供小額的資源補助 是因為你在 Web3 做任何互動等等的交易 他都會需要一點點的貨幣 但不是每一個人一開始開立錢包之後 都會有這個錢在裡面的 所以Armory 也會提供一點點的資源補助 讓大家可以在 Web3 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順 Armory 現在還在開發自己的 Gamify Web3 的工具 那等一下會再跟大家介紹更多 然後 我們現在在開發的東西叫 Playground 這個 Playground 就是用 Gamify 的方式讓大家 不管是從 DeFi 的角度 或者是 DeFi NFT 或是其他角度來學習 Web3 基本的一些應用 然後角色的主要一開始進到這個 Playground 大家都會是 Traveler 所以你會用 Traveler 的角色進來探索這個場域 然後學習你的任務 然後到了下面呢 你會變成進入到 Advanced Playground 那這邊就會開始分不同的賽道 大家就可以從不同的領域來 學習不同的 Web3 的技能 然後再來呢 你會變成 Setter Setter 角色呢 你就可以定義自己的 Web3 的專案 讓其他進來 一開始基礎 Traveler 可以來實作你設計的專案 然後大家完成的這些任務 你都可以在 Playground 上面得到自己的積分 然後呢 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專屬的 SBG NFT 像這個是我的 這是我昨天命出來的 因為我們都還沒有任何的學習 所以呢 全部進度是零 分數也是零 但是呢 每一個人的這個配色都會是專屬的配色 它會是獨一 Word 的一個 NFT 它就會像你的學生證一樣 好 然後這個是我們最近做出來的前端介面 還在優化中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有 Basic 還有 NFT DAO 跟 DeFi 不同的 Playground 右邊三個是 Advanced 左邊第一個是基礎的 Playground 然後我們也會用 Peer Review 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去驗證其他人 是不是真的有完成 他的這些學習任務 然後 Review 完別人的學習任務之後呢 你有一個 Peer Review 的 Point 那個也可以 我們還在 好 時間到 我們在找這三種角色可以加入 Playground 如果等一下有機會 大家可以到最後面那一桌找我 好 謝謝大家 Fortunately 我們在各位從楊 паль匙 謝謝 我們的 longue專堡